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皮肤科医师来说 青春痘不是太难治疗的皮肤病 但也是需要医师多加解说的疾病 此话怎么说 因为大多数人对青春痘有许多错误迷思需要导证 长锁疮是不是脸洗得不够干净 不一定 过度洗脸反而会造成皮肤过干 角质受到破坏 失去饱水功能 皮肤过干时 皮肤会发出警报 通知其他皮肤组织系统 皮脂线易收到角质缺水的讯息 会一直分泌油脂让皮肤达到平衡 结果反而愈洗愈油 皮脂线分泌愈旺盛 锁疮患者洗脸一天最多二到三次 使用温和性洗面乳即可 若不是油性皮肤 一天洗一到二次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人担心洗脸洗不干净 使用磨砂膏或电动洗脸机 反而容易让皮肤角质层受损 容易长磨砂膏的人 一定要戒除油脂食物吗 实证医学并没有证据发现常吃油脂食物跟磨砂膏有绝对关系 不过 临床观察发现 常吃高GI食物会加剧磨砂膏的生长 现役患者饮食均衡 若发现吃某种特定食物会有发磨砂膏 或是使磨砂膏状况恶化 就尽量避免食用那种食物 高GI饮食如薯条 面条 蛋糕 甜点 兔丝及全脂牛奶较容易诱发磨砂膏 全民健康基金会关心您